爸爸一个人在家里会孤单的 会孤单 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彬彬的成长 却一直在用生命呵护着这个捡来的孩子 史事难料 2014年戴哲博被查出患上恶性胆囊癌 为了女儿的清楚 戴哲博通过当地媒体 寻找多数人家收养自己的女儿 新闻发出后 很多好心人联系戴哲博 希望收养彬彬 自从家里不断有人来谈收养之后 戴哲博日渐冷淡相依为命的女儿彬彬 是因为戴哲博找到了合适的人家 要故意冷却这的浓烈的亲情 还是因为戴哲博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 面对相依为命十年 却很有可能马上成为别人女儿的彬彬 父亲戴哲博会来到今天的告白现场吗 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 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吗 想 但你将来还要出嫁呀 我可以把他一起结 跟他结到我娘家去 一起结去 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在那吗 不知道 你想见他们吗 我想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像我 如果你发现你没有能力爱你爱的人 比如说他和他父亲 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了 也没有经济来源 他只能眼睁睁地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家去抚养 而自己只能有孤独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他是这样的做法不该被理解 除了这个办法 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女儿也不想离开爸爸 爸爸也不想离开女儿 如果是经济上的原因 是需要生活上照顾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责任 应该有一些公益组织 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给他们一些关爱支持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不是让他们骨肉分离呀 你希望待会儿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帮你 叔叔阿姨求我爸爸 别帮我送走 这让人听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 但是也一定要告诉他 就这样一个女孩 就连我们看了都难搁难止 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我们待会儿帮你 好吧 谢谢 我们待会儿站在这儿 站在这个按钮旁边 如果爸爸今天来了 但他还是坚持要把你送给别的人家 你怎么办 你是去还是不去 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我不想离开爸爸 我放了 你怎么办 我放了 我放了